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香港反送中示威28号出现新形态 抗议民众原定在中环遮打花园 举行合法集会追究警方滥权 却自主展开非法游行 大批示威群众身穿黑衣 踩深东极西战术 出发东行前往铜锣湾 另一群则前去包围中联办 他们沿途高喊警方知法犯法停止暴力 入夜后警方高举黑旗 释放大量催泪弹清场 市区宛如大型游击战场 多人遭到逮捕 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动 28号再度演变成警民城市游击战 由于原定在中环遮打花园 举行追究警方滥权的集会 警方仅同意集会 没有核准游行 示威活动出现新形态 群众下午集结后 展开自主游行 有民众占据铜锣湾区街道 已有民众前去包围中联办 香港警方晚间七点开始强力清场 防射催泪弹 街头烟雾四起 雨伞 头盔 护目镜和口罩 是参与反送中示威群众的基本配备 面对警方频频发射催泪弹 示威群众也以瓶装水交袭应对 警民双方在上环西环地区 对峙冲突超过六个小时 晚间十一点多 示威民众陆续撤离抗议现场 凌晨市区逐渐恢复平静 由于日前元朗发生白衣暴徒 殴打反送中示威者的暴力事件 中环地铁站内 已有民众留下各式衣物 提供有需要的人取用换装 香港警方表示 728的示威活动至少拘捕49人 反送中示威运动延烧超过一个半月 近两次的示威活动接连未过港警核准 除了凸显港警队聚众集会游行的法律程序 已经形同虚设 未来警方审批相关集会 也预料建区保守 不过不同团体仍预计在八月 发起多场集会活动 一年一度的中华职棒明星赛 日前落幕 为期两天的赛事 中华明星队和中职明星队 在新庄棒球场展开激烈交锋 在第一天比赛中 中正明星队第四棒彭正敏恰恰 七局上轰出两分拳雷打 全场八千多位球迷欢呼连连 气氛嗨到最高点 这也是彭正敏回为15年 再度在明星赛开轰 球场上的好表现 让他夺下单场MVP 这是彭正敏最后一次参加 终止明星赛 联盟特别在赛后举办致敬仪式 对于连续15年蝉联明星赛人气王 彭正敏很感谢一路以来支持他的球迷 首先感谢所有在场所有的球迷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感谢你们 这十几年来 谢谢你们一直的支持 因为我这些荣耀是你们给我的 那我会继续努力 也谢谢在场两队的球员 给我的这样的功能 谢谢你们 随着明星赛结束 彭正敏隐退进入倒数阶段 9月29号 彭正敏将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展开中职生涯最后一战 届时球场上会有什么意外惊喜 球迷引紧期待 中央社记者张新卫新北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中央社交通局居台湾 前面 2019世界帕拉保龄球亚洲巡回赛 日前在新加坡举行 台湾共获两金三银五桶表现优异 本届赛事 亚洲国家及地区共有109名选手参赛 总教练黄中仁表示 台湾虽未派示战选手与赛 但实力相当坚强 我们这一次派了六名选手 来参加世界帕拉亚洲新闻保龄球锦标赛 我们这一次总共获得两金三银五桶的家机 非常好 个人赛中林家杰实力强劲摘下两项金牌 林燕山拿下一统一银 杨梦章 张慧明则各自取得同牌一面 我们在亚洲及世界实力都很不错 尤其是在亚洲我们排名是前三名 我们在亚印会我们也夺得两金 那我们最希望呢 政府能多多提拨一些金会 让选手都能来参加 双人赛事部分 李嘉杰与萧逝政 杨梦章与林燕山两组渣党都分别取得银牌 代表队在团体赛中在下同牌一面 为台湾在国际赛事中在天光彩 招事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导 舞台上 以仁曾国成和黄嘉谦饰演情侣 甜蜜弹琴 台湾果陀剧场的原创音乐舞台剧 《哎呀我的妈》最近首度赴新加坡海外巡演三天 剧中透过一对母女 意外交换灵魂引发的各种变化 呈现不同角色和周遭世界的角度 传达多为别人想想的意涵 加上精彩歌舞 带给观众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它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 然后又很可爱的一部戏 有非常好听的音乐 然后在故事上面 在独白在口白上面也非常精彩 但是它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呢 还是那个 这个戏它本身的意涵 就是人多为别人想一想 多为别人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果陀剧团》成立超过30年 推出近80个作品 超过四分之一是原创音乐剧 这次首度赴新加坡海外巡演 由于台新之间艺文交流频繁 也格外引发新国艺文界的关注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道 台湾农产品进军新国先热潮 新加坡台冒中心 最近举办台湾食品推荐介绍会 共有10家来自台湾各县市农会 及相关业者与会 再来蜜枣干 毛豆香松 及各式柚子特产等多元产品 让新国业者很惊艳 其中首次复新国推荐会 推广的紫糯玉米 由于外观颜色独特 特别受与会者青睐 冒险也期许这次推荐会 能成为台湾农产品 前进新南向国家的契机 新加坡是台湾的 第六大贸易伙伴国 未来外贸协会会筹组 更多不同产业的脱销团 来到新加坡 跟我们新加坡的朋友 做更大的经贸合作 藉由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 我们可以拓展到新南向 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这次推荐会 有别于以往冒协 在新国举办的蔬果节食品节 有九层产品 没在新加坡市场通路上市 冒险也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让台湾独特健康的农业特产品 在新国有更多曝光机会 庄设计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导 美中贸易新一轮谈判 30号登场 地点从北京改到上海 每方期望不一样的氛围 能避免过去的不愉快 但外界预料 中美分歧难解 不容易达成重大进展 美国总统川普也悲观看待 贸易协议 他甚至指出 北京当局使用拖延战术 期望与较容易对付的 民主党谈判 因此2020美国总统大选前 恐怕不会签署协议 另外川普也指示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 莱特·海泽 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施压 要求将中国剔除开发中国家名单 不得享有特殊待遇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